在众人的怨心及努力下 2014年旧金山道场 找到了自己的新家 位处于大城市的抑郁 面对绿意盎然的大公园 置身于一片宁静的社区中 交通便利 却又避开了都市的喧嚣 仿佛一个仪式独立的室外桃源 这里是我们的新家 当时的方丈和尚果冬法师 特别于2015年远道而来 主持开光典礼 道场正式启用 这里原本是一个教堂 道场迁入之初 教会仍有使用上的需求 于是道场以一美元的价格 租回给教会共同使用 最有趣的是说 我们彼此打招呼的方式 教会的信徒们 他们学会双手和十 用阿弥陀佛跟我们打招呼 当然我们也是学会的用阿弥陀佛来回敬他们 2014年起展开了道场建设 到目前为止 共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建设 以简单、自然、质朴、实在的原则去设计我们的道场 设计重点的概念除了还是秉持师傅心理环保理念之外 我们有两个很大的重点 一个是要想要呈现出精神无望的传承 另外一个是运用观念艺术的设计手法来表现在庭院设计之中 三个小喷泉代表着勤修戒定会三学来断除贪嗔痴三毒 中间流水的石柱代表着佛法之三法印 两个石椅代表着长法中兼具的慈悲与智慧 2017年旧金山分会升格为旧金山道场 首位监院法师常行法师道任领职 随后又有长远法师的加入 在两位法师的带领及义工们的努力下 各项活动蓬勃发展 佛法讲座 读书会 禅修 法会 福田班 佛学班 儿童班 青少年班 禅艺课程等 多元化的活动 满了众人的愿 为了接引西方众 道场开启了英文禅座共修 英文读书会 并参与每年一次的社区盛事 跳蚤市场 积极融入当地的文化 同时也成立了翻译小组 帮助听不懂中文的菩萨 有了更多听经文法的因缘 义工付出的同时 自己更是收获满满 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我要不断地一直放下自我 消融自我 不然翻译是绝对是跟不上的 透过口译的练习 同时提升我自己对佛法的了解 有了常驻法师后 我们的活动又更加的多元了 每年八月举办的水灿法会 为弯曲信众带来佛法的清凉 旧金山道场也提供 法古山森茄大学的学生 属其实习的机会 2017年10月 旧金山道场在湾区华侨文教中心 举办一场横石长老 与方丈和尚果冬法师的对谈 探讨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自在和谐 拥抱幸福 超过五百位信众 参与了这场难得的心灵饗宴 2018年12月底 为期12天的印度朝圣之旅 团员们在三位法师带领下 在圣地诵经 念佛 拜佛 打坐 精进修行 此行不仅凝聚了义工的向心力 也唤起了大家 回归佛陀本怀的出发心 在灵鳩山 法师们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朝山 三步一拜的到山顶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朝山 恭敬而安定的心 寻你这一路上面 我们亲眼看到佛陀一路的传经说法 我更确定了自己 过一三宝的信念 珍惜佛陀的这一份给我们的礼物 2020年初 全球爆发了新冠疫情 整个世界就像是按下了暂停键 道场也不得不关上了大门 美国西安的三个道场 包括温哥华 旧金山和洛杉矶 因为时区是一样的 所以三地的法师就一起协调活动 大家都说因为疫情参加了更多的活动 即使在不同的空间 透过网络就好像在身边一起学习佛法 互相关怀 除了课程 我们还邀请了台湾的法师 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关怀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在这次疫情中 看到全世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大家互相支持 共同应对疫情 金山道场也马上按照地区 成立了安心站 让缺少口罩的信众 可以到离家近的站长家 领取口罩 这个互助的姻缘真的不可思议 在疫情期间 新上任的监院长乡法师 大大提升了道场的视讯设备和网络直播 还增加了每日早晚缠坐和早晚课供修直播 把禅堂直接带到了信众的家里 因为疫情 大家在家里关了两年多 都迫不及待地想回到道场 但是又害怕病毒的感染 道场办了几次与法师有约的户外践行活动 让大家出来透透气 互相关怀 互相关怀 也可以向法师请法 疫情会结束 弘法立身的工作不能停 禅修是法骨山的宝藏 多年来旧金山道场也致力于成为湾区的禅修道场 现任监院长乡法师和常驻长心法师皆具有丰富的禅修带领经验 在两位法师的规划引导下 道场定期举办户外禅 初级禅训班 半日禅 禅一 禅二等 2023年7月 首度在道场举办实体禅期 圆满了禅修地图的规划 一开始我来当义工啊 我觉得我是来奉献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得到的好处 远远大过于我付出的 太多太多 自己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个状况 但还好就是因为透过禅修 有起心动念那个察觉到 我们就先关照自己 先自省 让自己身段变得更柔软 先从自己把自己的品质提升了 你把自己家庭这个道场给建设好了 那个就是你的一方净土 改变最大我觉得就是有感恩心 惭愧心 忏悔心 我希望要自己不断地消融自己 然后努力来修行 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行菩萨大 希望我们旧金山道场能够在 心灵环保这一块 尤其是禅修这一块 能够继续地茁壮然后发扬光大 我相信在禅修也好 在这个佛学上面也好 对于大家心灵的沉淀 跟压力的解除上 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帮助 有一个非常大的憧憬 就是希望三宝加持 忽念我们希望在未来十年 可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 禅修中心 可以建议更多更多的中西方种 一起来体验禅修的好 我发现发愿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只要有了这个愿心 你就一定做得到 当义工是义务的来帮忙 不要觉得我来帮了什么忙 就想要有所什么回馈 我们可能会加入了某一组之后 我讲的都是要为这一组 要怎么样蓬勃发展 当然这样子是很好 但是希望能够以道场整体来看 哪里有需要人帮忙 我就去帮忙 我们在跟人互动的过程之中 可能遇到一些不是自己预期的状况 我们可以向内觉察一下 是不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或是自己有什么疏忽 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我们实时用惭愧心来关照自己 对外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或挫折 可以提起一颗感恩的心 很感恩这样子的境界 让我知道自己的修行 还需要加强 还有需要成长改进的地方 师傅这两句话满有用的 以惭愧心看自己 以感恩心来看世界 在道场帮忙救了 如果没有在禅修这一方面 有比较深刻的体验的话 可能就会感觉到 我都在做事而已 如果要再更深层一点的成长的话 自己在禅修上面有所体验 会是更坚固的 能够让它的道心更坚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磨难 但是我们遇到这些挫折磨难的时候呢 我们要练习的常常回到我们的出发心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修行的 然后呢继续的不断的持续的发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